在這個損害我們在主體的品格這件事情上面 大家必須要非常小心這件事情 教會在8月4號有一個教育講座 希望大家所有弟兄姊妹都來參加這個教育講座 因為這個教育講座是給我所有層次的人 我們在家裡教育小孩大人 我們請了一位主要的講員 就是Roger Ball Roger Ball是甜蜜第一進行會的主任牧師 他也是神學院的教授 所以他告訴我們一個令人難過的事件 他告訴我們有一個教會的領導 他因為同情一位在車禍裡面受重傷的一個少女 所以他就自願有空的時候 就幫他療傷洗背 至少女也因為這樣子的照顧 身體漸漸恢復了 但是後來呢 他們卻發生關係 所以我跟大家說 網羅在這個第三點上面 是會損害我們品格的事情 大家要仔細的思想 看到一件事情的時候 要好好的想 一個好意 一個憐憫 卻因為不察覺它是一個網羅 就造成在主裡面 在人面前 極大的虧損 就像我們認識網羅有這三個特徵 既然我們認識網羅有這三個特徵 這是不夠的 這是消極的 消極方面 我們知道 我們必須要積極的來鍛鍊 操練敬虔 操練敬虔 才是最佳的防衛 什麼是敬錢 敬錢就是本宜神 敬畏神 以神的主權 為依歸的生活 生命與生活 什麼是敬錢 敬錢就是本宜神 敬畏神 以神的主權 為依歸的態度與行為 保羅在提摩泰前書 給我們很好 從各個層面 來討論所謂的敬錢 第一個我們要來看這個敬錢 這個敬錢如果是來自內心的話 它會勝過貪婪的世界 保羅用兩處的經文來告訴我們這個真理 在我們今天沒有念到這個經文 但是在快要到第六節前面那個經文 我結束的時候 保羅講了這句話 他說 他們以敬錢為得利的門路 然後呢 在第九節第十節 保羅就詳細解釋這個第五節他講的事情 那麼直接以敬錢 做表面的敬錢 就是沒有內心的敬錢的話呢 這些事情發生在什麼地方呢 發生在以佛索教會 這個書信是保羅寫給提摩泰 提摩泰那個時候他在以佛索幕會 以佛索是當時羅馬帝國裡面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城 商業大城 所以裡面的生意往來很多 教會中難免也有很多人做生意 所以在教會裡面呢 就也有些人 有敬錢的外貌 但是藉著這樣的機會呢 做生意 那保羅就在勸誡這些 以佛索教會的人說 以敬錢為得利的門路 那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呢 就現在迷惑 落在網絡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欲裡 叫人曾在敗壞和滅亡中 所以他說貪財是妄惡之根 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 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所以保羅在這裡告訴我們 如果敬錢不來自內心只是表面 有可能就變成一個網絡的對象 有可能就變成一個網絡的對象 然後在第二點上面呢 保羅繼續來告訴我們 保羅繼續來告訴我們 他說敬錢加上知足 就是正正的互有 知足這兩個字 出現最多的地方 就是在提摩泰前書跟提摩泰後書 當這個保羅寫信給提摩泰的時候 我們只要看看他這兩處經文 你們就會真的了解什麼叫知足 第一處經文是在提摩泰前書第六章第六節到第八節 我們來看這個經文 第六節說 然而敬錢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 因為我們沒有帶什麼來到這世上 也不能帶什麼去 只要有依有實就當知足 神並沒有在這裡告訴我們說要過一個貧窮的生活 他說只要有依有實 這是一個基本人類生活的水準 我們就應當知足 在下一處經文裡面呢 是菲律比書第四章第十一節到十三節 我先念給大家聽 然後我來跟大家分享 這裡面談的重點 保羅這樣講 他說我並不是因為缺乏說這話 我無論在什麼情況 都可以知足 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我知道怎麼樣處悲賤 也知道怎麼樣處豐富 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 或缺乏隨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 我靠著他加給我能力的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所以這裡我們稍微思想一下說 保羅學會了什麼秘訣 知足嘛 他在這裡給我們談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我們倚靠神多少的程度 是跟我們倚靠世界多少呢 是成為反比的 保羅告訴我們說 他已經學會知足 是因為他百分之百倚靠神 所以當我們 真的是做到 敬錢的話 知道本於神 敬畏神 以神的主權為依歸的生命跟生活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有知足 得到知足這個東西 保羅在這裡告訴我們這是一個秘訣 碰到環境我們不會驚慌 因為我們依靠主這樣子 好 這是第二點 然後第三點 我們來看這個 敬錢的生活 會使自己 也會使 眾人都蒙到福氣 在提摩泰前書第四章第八節 保羅也跟我們談得很清楚 他說操練身體 益處還少 唯獨敬錢 凡事都有益處 因為有 金森 就是我們現在的時候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金森 和來森的應許 敬人 穩定